全部把這個下載完之後 當然衍生出來還有其他的問題 你可能要解決 比如說什麼樣問題呢 就是每 一個page 它上面都會有一個欄位名稱的列 那 這個列的話理論上你要把它刪掉 不過 總共有48個page 留下一個要刪47個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沒有更好的方法那你就要塗法律鋼 但是我們這個課程就是不希望你塗法律鋼 所以呢有沒有什麼更快的方法 可以一件 不要一件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最後的話可以把它變成vba 可以串在那個我們的程式裡面他就順便把它刪掉 那當然理論上 各位刪除 這個名稱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好 像這個這個名稱每一個都有他的藍名 從底下開始 也是寫回圈嘛對不對 但如果假設假設我們不是要用vba的話 移除重複 移除重複 你是要把整個選選 對這樣也可以 可是移除重複他變成移除整整列嗎 我看他會 整個 全部 那會移除到不應該移除的 你是真 是選取整個嘛 資料裡面的移除重複 移除重複可以嗎我的資料全部 全選 按確定 把這個拿掉 然後按確定 這樣子他 哎呦重複 對沒錯 並保留 那個 剛剛好按確定 那剛好就是因為他這些 對底下全部移除 這是方法一啦 其實我之前呢習慣的方法 是這樣 如果你用移除重複 不過移除重複還是有一些風險 就是剛好某一些列裡面的資料 剛好完全一樣 不過還好這些資料沒有 完全吻合的 都一樣的 所以他就沒有移除 那還有一個方法 我的習慣是這樣 日期兩個字先複製一下 我的習慣用Ctrl F Ctrl F就尋找嘛對不對 尋找裡面的你可以把什麼 把那個日期的部分貼上 尋找全部 那你會發現呢 他只要出現的 資料呢 通通會列在這裡 所以總共會有48個輸存格 符合的 那我第一個不要刪掉 我第二個到第47個要刪掉的話 那你可以呢 按續個鍵喔 把第 2個到第48個 全部選舉起來 那你會發現底下的那個 後面的狀態也是會選起來 他會把每一個每一個嗎 這個這個選起來 那你要怎麼刪除呢 刪除的話不是按Delete喔 請可不可以注意一下常用裡面 會有一個叫做刪除 刪除的話你可以選擇什麼呢 刪除工作表的列 指的就是你現在選的這些列 所以 這些有沒有 把它按刪除裡面的 刪除列 OK 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那些列呢 全部 全部幫你刪掉了 剛剛好像沒選到 再一次喔 記得喔先 Ctrl F 選日期 全部尋找 第2個到最下面 按SHIP的鍵 刪除的話記得要點旁邊這個鍵頭 不是刪除除存格 是刪除 工作表列喔 可以剛剛可能點到這個 OK 這樣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第2個方法 如果不用移除重複的話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就把它移除掉了 怎麼 漏掉一個 這是名稱 理論上應該是 還是我可能剛剛選的時候 沒有選到 理論上如果有選到的話 他應該就會幫你刪掉 這個地方刪除 OK然後關閉的話呢 就會 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OK 不過呢 假如說你要把這個 剛剛做的動作呢 要把它變VBA 可以嗎 你會錄制聚集嘛 OK然後 把它改 叫什麼 給它取一個名字 刪除列好了 那 一樣 錄完之後 他會幫你把它 做過一遍 不過這樣好像也不是 比較好的方法啦 可能比較好的方法 可能就是第3個 就是呢 如果我希望 一貫的 乾脆怎麼樣呢 我把它感受一下 如果我乾脆直接用什麼 用VBA來撰寫 撰寫什麼呢 撰寫就是 把這些刪掉 那怎麼樣把這些刪掉 如果用VBA來做的話 前面好像會寫過類似的東西 基本上呢 我的邏輯 如果刪除列的話 一定會是做反向回圈 那所謂反向回圈就是 我從 最下面一列 一直往上找 找什麼呢 如果呢 A欄裡面的資料 假如等於日期兩個字的話 那我就把什麼呢 把這一列 給刪掉 OK 那因為刪除 往上跑 如果刪除這一列呢 他往上跑不影響 可是往下跑 他會 往上 就是地補一列 就會造成那個判斷 可能你還要再 把某一列減掉 比較麻煩 那所以呢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呢 假如說我們用VBA來撰寫的話 那我雲端上有一個 已經寫好了 這是第一 我剛剛講的那個方法 有把它截圖 那另外一個 就是用VBA來寫的話 就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刪除列 然後呢 先跑一個反向回圈 所以for I 等於 最下面一列 到 2 特別重要不是到1喔 因為我要留下最上面的嘛 所以呢 到2 然後後面記得step-1 step-1 基本上就 這一定要加啦 上禮拜還有同學提過 如果說越來越少 你就要跟他講說 我要 減1 負1 不然的話呢 他會 等於是 越來越多 那就跳離了 OK 如果呢 A欄裡面的資料 等於日期的話 把那一列幫我刪掉 OK 所以這個裡面程式總共五行 兩行是回圈 兩行是 邏輯 一行是刪除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把這個 這個之前有講過 所以我直接 把它複製 貼到我們的那個程式裡面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就有一個刪除列的功能 然後記得 這個地方把它貼到這邊 那假如說呢 這一段如果說呢 我將來是希望能夠下載完之後 自動就刪除列的話 那你可以 call 這邊打一個call 然後呢 刪除列 就呼叫這個什麼 這個程序 按Ctrl鍵 call刪除列 這樣子他就 下載完之後 幫我刪除列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再增加一個 然後再 試一下基本上這個射中斷點 全部執行 他全部下載完之後 停在這邊 然後呢 現在是有這些 那我就call那個刪除列 他就幫我怎樣 把裡面 全部都刪光光了 所以目前看到的話 Ctrl向下 有沒有 剛好一定是 1435 OK 那不過呢 好像還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是刪除列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能夠把這個什麼 這個 6個號碼 幫我把它分開來 那基本上 1是先在D1這邊輸入1好了 然後把它Ctrl鍵按住 1到6 看欄關需不需要調整 欄關不調整的話 大概先這樣 然後呢 再把這個 6號碼 幫我分到這邊來 應該還記得吧 游標放B2 Ctrl向下 然後利用什麼呢 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那剖析的話呢 就用 分割符號 下一步 用斗點 下一步 幫我分割到哪裡呢 分割到這裡 按個完成 OK 那最後的話呢 把B籃乾脆給刪掉 然後呢 這些全部怎麼樣 籃寬 常用裡面有一個什麼呢 籃寬自動 自動調整籃寬 好 完成 不過後面假如你不會寫 沒關係 後面那些動作 你可以用錄製的 然後再把它加到 程式的下方就可以 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提到的有 至少三種方法 可以什麼 刪除列 最後的話當然 不過好像比較簡單 如果可以跟VBA結合的話 可能還是要寫 寫VBA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再來就是 做那個剖析 剖析完之後 自動調整籃寬 還好 好 然後 再 開箱 先讓開箱 開箱 開箱 感谢观看